大家好 因為悟空的關係 山藏又得到變相的加強 可是山藏有些玩家還是不太了解 這邊特地做的這部影片是要讓大家簡單的看完影片後 就能夠大致上的了解山藏 最常問到的問題 山藏可不可以帶武裝龍客 以及山藏的繼承機制到底又是怎樣的 第一個可不可以帶武裝龍客 這邊答案是可以 不過這邊要先說到為什麼會有這一個問題 山藏因為繼承的關係 全部的隊員攻擊力會一樣 然後再看一下山藏的主動技能 他有說全隊機制一樣的時候 山藏的技能會多了一個兼具的效果 這其實非常的強 問題來了 這時候帶上武裝龍客 這邊看一下武裝龍客的右下角都有說 攻擊力會額外提升一個幾% 5% 10% 每一個武裝龍客不一樣嘛 導致說山藏的隊伍裡 如果你偷帶了一個武裝龍客 不管是偷帶還是不小心 你就會發現你山藏為什麼沒有兼具 因為你全隊隊員的攻擊力機制不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說山藏不能帶武裝龍客 但在2019 3月25號的版本更新公告裡面有提到 山藏的技能有稍微的上修 也是在這次的更新之後 山藏技能的機制就有些改變 公告寫說 昇華極限突破武裝龍客技能所提升的機制會納入計算 假如我這個隊伍有帶武則天跟星矢 那武則天攻擊力是2111 那星矢的話你出門一定要穿衣服嗎 這隊攻擊力最高是武則天 所以我進入戰鬥後 我全部的隊員攻擊力都會變成2111 即使有武裝龍客的星矢 攻擊力也是2111 這種情況有好有壞 如果是剛剛的情況 你行駛的武裝龍客的提高三維幾乎被浪費掉了 可是如果反過來 我武則天帶武裝龍客 我攻擊力提高之後 全部的隊員也能夠吃到這一個提升 就是我全部隊員的攻擊力都會是武則天帶上武裝龍客 提高攻擊力之後的數字 這時候當全部攻擊力一樣的時候 山藏的主動技就不會有任何的問題了 所以現在山藏是可以帶武裝龍客的 那這邊第一個問題就解決了 那第二個問題 繼承的機制又是什麼 像帶九封王的話 八星三維攻擊力還會再提高1.3倍 又或者我幽柱加雷纏 那雷纏的三維會不會影響到這個繼承的方式 那他的方式是指說 你加總過後 如果他是最高的這個數字的話 那就會全部繼承這個數字 例如攻擊力2236的幽柱 他如果搭配雷纏的話 那1.5倍他的攻擊力會繼承優柱的3354 全隊的攻擊力都是3354 這個用另一個說法來說的話 就是全隊都吃到優柱1.5倍的這個加成 回復力的部分也是一樣 但是血量的部分有一點不同喔 剛剛攻擊師我全部倍化後 然後再去取最高的去繼承嘛 血量的話大勝血是4000 那1.5倍之後應該是6000吧 那我6個隊員如果都吃到這6000 應該是至少36000的血吧 這邊進入觀港後血量沒有到36000 但是也卻有很明顯的提升 那到底這是怎麼算的 簡單來說這1.5倍的倍化是最後才計算 這邊有一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這可能有一點有 就是大勝他的三圍非常的高 加上中國神的武裝龍客 對 武裝龍客他竟然是提高三圍10% 這提高非常多 所以大勝4261的血量提高10%之後 大勝的血會變成4687 這個血量已經是快要等於龍隊的血量了 那我繼承的關係 我4687全部被繼承的話 我整隊的血量就是28122 好 再回來看一下大勝的攻擊力 1780 當然啦 還要算上武裝龍客 那10%之後攻擊力變成1958 這個攻擊力也快追到魔族的水準了 這點大家可能沒想到 簡單來說 你三張有大勝的話 其實他已經內建了一個快接近龍隊血量 快要魔族攻擊力的高三圍 然後可以讓全隊去繼承 這邊再回到剛剛血量的部分 這隊血量最高還是大勝 那我剛剛整隊的血量是288嘛 那這邊鐵扇跟大勝這額外的1.5 是最後才會額外再計算在這兩隻身上 所以血量還是有提高到32000 那原理知道了 那這會有什麼差別 這個差別最大是在於說 如果我有帶更高血量的龍族 那如果我全隊繼承這個龍族的血量的話 那最後還會再額外再翻這1.5上去 例如我剛剛整隊 我大勝加鐵扇我血量是不是32000 我這邊我把其中一個隊員換成蝌蕾 蝌蕾的血量是5100 那這個時候我整隊的血量還是在提高 提高到35749 整體來說還是有變多 但是這是因為有帶鐵扇有多額外這1.5 在計算上可能會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這邊拍了這部影片 希望說大家能夠了解山藏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要玩山藏的話 對於他一些繼承的這些基本知識 還是要知道的 那影片的話差不多就到這邊 但是最後還是要說 這個機制的算法 是在目前我現在這個版本 18.0的時候是這樣子 因為官方對於這種繼承的比較細節的算法 官方也沒有明確的公告說到底是怎麼算的 所以這邊的話 我不敢保證未來會不會變動 但是至少現在18.0 我現在玩的這個版本是這樣子 好那麼影片的話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掰掰